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兄弟姐妹无事留种 余烟灰成一居火 爱我中华 那你过年在家的话 第一做的三件事是什么 躺着 做音乐 继续躺着 就是你是会在家里做家务的人吗 如果看需要吧 如果 家人们都在的话就做 如果家人不在的话就不做 那就是现在过年回家的话 还会被父母按着头去各家亲戚拜年吗 不会 那就是你现在回家最怕亲戚问到的一个问题 没有 对 哪一年的春节在你印象中是最难忘的 可能是有一次我在国外当训练生的时候可能 有一次过春节那是比较难忘 那是唯一一次对春节有一种 就是想回家看看 然后看到 我在那边把电脑打开看着春晚 然后 然后家人那边在跟我打的电话 咱们在吃饭 那是比较难忘的意思是吗 很小了吧 一零年 因为这次春晚的舞台你是和那个宝石还有陈伟迪一起合作吗 然后真是陈伟迪也是第二次的在春晚的舞台上合作 两个人有没有接着沉默的次 就是感情越练好了 然后各种聊 蛮开心的 因为我们刚刚采访上的 他就说你特别刻苦 一直在后台练那个后空三 然后因为我看你好像刚刚身体有点太舒服 是因为那个 不是不是 是因为可能 哪里毕业了一下 就可能自己没注意哪里毕业了一下 所以就 也没当回事 那个时候毕业的那一下 无所谓了 反正歌挺好的 伟婷歌挺好的 所以就是 你觉得你们 你给自己 就是你们这个舞台打分的话是被感情的吗 我给我自己的表现打60分 我不知道这个舞台整体呈现给大家是什么样的分数 反正我精力了 那你这40分是扣在哪 40分扣在 很多地方都会扣 你是一个精力十足的人吗 就如果是1分到10分的话 你给你自己给打 120分吗 最后用家乡话 见大家说几个不死的 刘大哥 训练小不得底 训练佛大家 就是因为现在肺炎的这个事情 大家都比较关注嘛 然后你有没有什么想 就是可以教大家分享一些 比如说要听你这些什么 首先我想感谢 所有在前线为着这个疫情工作的所有的工作人员 你们辛苦了 可能因为这个问题 可能你们也没办法回家过年跟家人团聚 但是在这里我送上我最真挚的祝福 希望你们还是能够享受到新春的气氛 然后希望每一位观众朋友们都可以勤洗手 提高免疫力 然后多吃一些保健的东西 包括维生素C 还有就是出门在外一定要记得戴口罩 然后注意安全 注意个人卫生 然后好人一生平安 上百度APP添加娱乐频道 了解更多精彩娱乐资讯 娱乐部设防 封面故事 新家道等原创IP栏目 为你打造最酷最有料的明星独家内容 请不吝点赞订阅